現在我們開始講座內容 第一條問題想問大家 究竟我們是否需要戒口 其實很多病人來看症 知道自己病了 他們都會第一時間問 醫生我需要戒口 其實戒口是要的 看中醫理所當然要戒口 那看西醫呢? 很多朋友告訴我 原來看西醫的時候 醫生說西醫是沒有戒口這件事 你要吃什麼都可以 要醫病吃藥就可以了 或者做手術 其實西醫都有它的戒口 而西醫的戒口就是多菜小肉 其實戒口對於健康來說是必須的 只不過問題就是 究竟我們要多菜多成怎樣 小肉小成怎樣 要去到多終極 我們才可以從中達到我們 渴求的健康程度呢? 換句話來說 即是說疏食的這條路上 我們究竟要怎樣做 才可以取盡其好處呢? 有人說食齋 很自然就是因為宗教的緣故了 說素食這麼多年來 不當不少都跟宗教有些關係 還有我觀察到的就是 一說起素食 大家就會聯想起很悶 很無色彩 很寡 不是吧? 這些感覺 對於我自己來說 身為一個醫生 身為一個科學者 身為一個科學者 講求科學的一個人 其實素食、食齋也好 說真的 他們都是在說吃植物 所以 有一個醫學的名字是很好用的 其實我們在疏食 我們在吃蔬菜 植物 所以 我現在多數會跟別人說 疏食 取代素食 甚至是吃齋 所以說 究竟在疏食路上 我們要怎樣做呢? 會不會有經驗 或者曾經目睹 甚至是自己的經歷 走了肉 吃了齋 即是素食了 為何越吃越好似很虛弱 又仍然都是經常病 甚至臉青青 又或者呢 相反 不知為何又越吃越肥 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出現? 身邊 我可以很 真誠 很坦白 很肯定 這樣跟大家說 要重拾健康 當然 我們是需要戒口 擺進口的食物 就會轉化到身體的一部分 如果食物質素是好 身體自然會調整變成好 所以 要健康 其實 疏食是邁向健康的第一步 接下來 在講座內容 我會著重去說 究竟在疏食的大前提下 我們要配合怎樣形式的疏食 才能真正帶出健康呢? 既然 現在 可能一般的朋友都會覺得 素食都未必真的健康 而真的親眼見過 沒錯 你看到的都是事實 只不過我可以跟你說 如果素食了之後 都越吃越病 其實就是 偏食了 吃得不全面 所以 我就很想請大家 在未繼續聽下去之前 在這一刻 嘗試將現在 本來已有的傳統飲食模式 傳統的以為做對的事 我們暫時好像把杯水倒了 先放在一旁 預備一個空的杯 來裝一些新的概念 就是接下來要講座的東西